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你重新振作的力量 尤其大家不约而同的讲到 家人是疗伤振作的最重要力量 这个感性的一题 也让千娜看完忍不住喷泪里千娜泪撒记者会 图勒士达提供 他提及今天到场的爸爸 忍不住抱泪说 我很喜欢跟他吵架 从小我很坚持要唱歌 但他反对到大 但是到了长大之后 我知道他害怕我受伤 吃苦 我一定会做出一番好成绩 给他看我一直希望他相信 但他永远不相信我 我很谢谢我爸 一路地反对我 他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他于是反对于让我想要成功给他看 我对他是又爱又恨 但最终我心中的贵人 这一辈子走来 其实最感谢的人是我爸 主持人黄子脚也帮忙千娜转换心情 打句对李爸爸说 爸爸现在可以放心了 老板对千娜很好花很多钱 还是你要改投资我一席游默化鱼 到的现场哄堂大校李千娜 发行首张台语专辑 图勒士达提供 倾全力投入全新专辑听歌会最后压重 黄子脚也邀请李千娜爸爸 分享听完女儿专辑新歌的心情 李爸爸表示 千娜很久前就曾跟他说 要出一张全台语专辑 而且是陈子红担任制作 当时他心想 怎么可能原来当时李千娜在星光大道参赛 无法晋级时 陈子红对他说 千娜你的武器是台语歌 怎么会唱国语歌呢 当时他就心想 原来陈子红有在关注自己的女儿 没想到 此话一出 也被皇子咬笑亏 没想到 你爸爸记球记这么久 十一年前的陈年往事都记住 也让听歌会现场笑翻天